6月16日中共晨週12日載人飛船升空 三名航空員前往亦在建設中的中國太空站 需要在外太空生活3個月 中共官媒《新華社》報導說 根據中共黨將凡黨員3人以上應成立支部 首批入住中國國產太空站的三名航天員 將成立全球第一個外太空黨支部 1927年我們是將黨支部建在年上 2021年我們要將黨支部建在天上 不過中共要在外太空插黨旗建立支部 並混淆此舉類似西方航天員的精神信仰 這些做法已引發外界警惕 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是信仰 剛剛是跟傳統信仰為敵的 《紐約時報》評論員朱銘表示 這是第一個向外太空輸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配合中共7月1日的大型宣傳活動 朱銘說中共現在是揭力為百年黨慶造勢 建立首個《外太空黨支部》是一個面子工程 不過也看得出中共的狂妄語無知 美國阿波羅8號在1968年進行首次載人環繞月球軌道任務時 三位宇航員共同朗誦聖經創世紀中的奪落 當時全球有四分之一的民眾觀看現場直播 說是預錄播出共同見證和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就連蘇聯的《真理部》在報導這件事的時候 都沒有加入平時的反美評論 朱銘表示對比50年後 中國的載人太空船建立黨支部傳播無神論 將黨的鬥爭理論統一戰線帶到外太空 真是笑話